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招 今天帮粉丝淘了一台 Mate 40 Pro 8加256 无菜无修在整个淘鸡的过程中简直就是 跌宕喜福 他也遇到了很多商家杀的谎 各种弥补的机型各种修过的 而且修的还特别特别好的机型 那我们实拍正式开始 这一台Mate 40 Pro 型号代码是AN01 其实这个代码是错的 我也是仔细看了一会儿 正确代码其实啥呢是AN001 不信的话你看这一台 我也是差一点被这个商家骗了 后面我就查的话可能啊 刚才那一台手机 他就是一个啥呢 可能是一个联通定制版 或者移动的定制版 很遗憾 粉丝叫我找的不是这台 什么所谓的定制版 那我们只有还给商家 那我们接下来去看另外一台 这一台呢相对说 橙色是比较差一点的 看见没有他这个边框这里 明显的一个 小磕碰 而他的电池呢 非常的扎实 87% 属于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电池 健康度 后盖呢 很明显的是有氧化的痕迹 大家看见没有 像这种位置的话 一般就是带手机宝物套 然后可能宝物套里面进水了 氧化了 那这种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 痕迹 屏幕还有一点细微的划痕 大到这边淘机的话忘了拍 但是丝毫不影响 这台手机在大昭心里 它是属于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品项 为什么这样讲 它的边框有磕碰 它的屏幕有磕缓 它的后盖 甚至有点氧化 甚至它的尾差 有点小吊漆 但是可以证明啥 至少可以证明 它的后盖没有换过吧 它的边框没有换过吧 它的那个电池没有换过 如果换过的话 边框后盖屏幕 不可能有这么旧 很遗憾呢 这位粉丝 是因为橙色的原因 没有看上这台无猜无修的手机 那么橙色好的手机 它一定是修过了吗 我们接着 往下看 这台秘境颜色 电池97% 非常的高 然后边框 也是非常的干净 但是 你仔细看 边框 它是不平等的 给我的感觉是 右边的边框 它是正常的 左边的边框 它撬的比较高 如果你看的不明显的话 我上了张图片 你们一眼变姿 很明显的它的后盖换过吗 要不然它后盖的缝隙 不可能会 对吧 那么那么的大 最后大到是 找到一台 橙色相当于说 不错的一个 夏日胡阳色 就因为它橙色好 所以说这次我验肌 验的特别特别久 橙色越好的 越要小 它的摄像头 马达 主板 等等 全部是把它 测好了 所以说 买二手机 一定 一定要 擦亮眼睛 多看一点视频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验肌 如果你不知道这台手机 大致的一个航天家 欢迎大家 评论区里面留言 咱们